通常漂亮的西裝都是用全羊毛做的 很多時候聽到會想 羊毛不就是冷衣? 很熱? 但其實全羊毛西裝不單不熱 還要是冬暖夏涼 防臭 透氣吸汗 想知道為什麼羊毛這麼神奇? 就繼續看影片 今集跟大家介紹羊毛 究竟有什麼性能令到它是西裝布料的首選? 第一件事就是羊毛的吸水能力 羊毛是能夠吸收自己重量的三成水分 摸下去也不會覺得濕 變成夏天香港很熱不停出汗 羊毛的西裝外套就將你身體上的水分 汗水抽走然後揮發 變成你會覺得乾爽舒服很多 第二件事就是冬暖夏涼 如果要明白為什麼羊毛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就可能要回到大家中學Physics的課學過的東西 人體熱的時候為什麼會出汗呢? 因為水Evaporate的時候就會吸收能量 就是抽走身體上的熱力 所以就變成你這件羊毛西裝外套 它更加有效率地吸走身體上的水分 就會量得快一點 量得有效率一點 為什麼羊毛可以同時間在冷的天氣曝亂呢? 因為羊毛的結構是由一些很幼細很軟的毛毛組成 這些毛毛中間會困死了很多空氣 困死了空氣是一個好的insulator 即是存不了熱 所以就算外面冷 你的人體的體溫沒有那麼容易傳送到外面 你有沒有發覺羊毛西褲就算夏天 都可以穿兩三個星期才要洗一次呢? 而其他褲可能牛仔褲 或者棉的Chino 穿幾次已經覺得很臭一定要洗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呢? 因為三臭就等於有細菌繁殖 羊毛就有天然的防菌功能 為什麼呢? 第一羊毛會分泌一些天然的羊毛脂肪 叫Lenolin 可能Hand cream也有聽過Lenolin Lenolin本身也是有防菌的作用 第二就是之前提過抽濕 因為羊毛會將你身體上的水分排走 細菌就不會有地方給它繁殖 你可以看到羊毛的西裝不單看起來很光滑很漂亮 還有很多其他很神奇的功能 如果想知道關於羊毛西裝的知識 我們接下來還會拍多幾條影片 所以留意我們Facebook和YouTube 還有記得訂閱 下次見